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阿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天晚上我們來告訴大家 就是國防部長邱國正 在今天閃電請辭 不過我們知道呢 總統蔡英文是不准 是未留了 但是為什麼這個時候發生呢 其實要告訴您 剛好在今天 也就是3月29號青年節的今天 邱國正的兒子 因為疑似的買春 在今天被國安局約談 不知道約談的內容 出現了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在今天請辭 而在這裡也傳出說 這整個事件有所謂的 八個重要的影片 陸續的流傳出來 另一方面 再來跟大家講保齡的這個部分 今天最新的發展就是 保齡傳出來 可能有一個脫身密集 花了大錢找一個知名的律師 我們有獨家的報道 不過今天呢 整個事件的發展在於說 它真的是所謂的米酵素菌 但是米酵素菌問題來了 它的來源是什麼 我們今天也要來檢討的 就是包括了中央衛福部 也包括了就是台北市長 蔣萬安 真的在那邊比什麼 大家在比說誰比較亂 誰比較慢 對不對 大家互相的指責 但是這就是50步跟60步的差別吧 那另外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還有個重點 就是柯文哲被爆出來說 你不要再講什麼 台志光跟你沒有關係 結果在今天曝光開來 當時2200元的這個費率 根本就是柯文哲劃壓的 他劃壓的 也就是你決定的 那你決定的怎麼到後來不認了呢 好 我們今天連串的內容 還要跟大家看到的 很多事情的發展背後都有原因 包括了你今天看到 本來認為很大的 大家還在忙說 我電價是不是可以不要漲 因為國民黨跟民眾黨都提案 我給你把布啦 假動作啦 根本連撐不到一小時 馬上就進入協商 進入協商什麼意思 就進入協商 一個月的冷靜期 一個月冷靜期是什麼 你三天之後電價就漲了 這根本就是一個假動作 而且是很難看的假動作 好 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內容當中 跟大家報導的 就是保林間的負責人出來 他鞠躬了14秒 邱國正請辭 還要告訴大家的 國防部長 邱國正呢 他請辭 蔡英文不准 可是呢 這裡就覺得非常奇怪 也就是說呢 邱國正的兒子 為什麼在這個事件當中 他為什麼還要拿一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健保卡 在那邊拍照 表示我的名字是什麼 大家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要有這麼的一個做法 那主要這麼一個做法 他是被要挾了 還是怎麼樣 那今天我們在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們知道現在是米酵素菌酸的這個原的原因 可是米酵素菌酸的源頭是什麼 你看米酵素菌酸的源頭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今天跟我講說一下子果條 一下又講到說可能是什麼啊 可能是木耳啊可能是醬料 問題是到底是在哪裡 好我們今天內容跟大家來挑戰的是 蔣萬安跟王必勝太亂了 邱國正太冤了 那我今天就講說 蔣萬安跟王必勝 兩個人是不是在比 比什麼呢 比口誤嗎 他們在比賽口誤嗎 為什麼這樣講 這個事情就這樣嘛 王必勝 你一個單純的事情都講不清楚 我昨天就講說 你就讓羅一鈞上來講嘛 王必勝雖然說是衛福部的次長 可是呢 第一個你面向不好 第二個你形象不好 第三個你講話很不清楚 為什麼這樣講 你今天說你沒有改口 你明明就是改口啊 因為王必勝3月28號說 台北市是在3月26號通報的 然後呢 到了行政院會之後 他改口說 是台北新北3月24號通報 然後到後來又說 我說的是新北給我通報 但台北是3月26號通報 你今天這個事情何必講成這樣子呢 當然呢 後續大家再說 差那兩天差多少 差那兩天是在於說 你台北市好龍兵之外 這個國民黨的 蔣萬安的反應是不是太慢 差這兩天就在於說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王必勝講不清楚 你蔣萬安今天出來 蔣萬安怎麼回答 蔣萬安支支吾吾的 滴滴嘟嘟的 他怎麼回答 他不敢回答說 我什麼時候回報的 他說我3月25號上網 我的天啊 蔣萬安先生 我們在問你 你什麼時候跟中央回報 現在台灣的這這麼多的大事情 人民為什麼這麼憤怒 就是你有事情你就回報嘛 醫院跟你回報 你就要跟台北市的上面回報 你要給中央回報嘛 我跟你講 你不是跟這個疾管署回報 你要跟食藥署回報嘛 結果呢 蔣萬安從頭到尾就是 你到3月26號才回報 可是他回答你的時候 他不會承認我3月26號 他說我3月25號就上網 請問你上到哪一個網 我跟你講這兩個都一樣的超高 好再來告訴大家呢 我就要問王必勝你要出來 硬要出來出這個風頭 你要出來開記者會 我請問你為什麼要講一個事情 更正更正再更正 然後呢 你蔣萬安講了半天也講不清楚 我要問的是你累了嗎 我跟你講大家聽你們的記者會 聽到都很累 覺得你們可不可以找一個專業的人出來講 蔣萬安也是啊 他超愛做秀的啊 下午2點記者會 你就讓你的衛生局長講就好了嘛 本來是副市長林毅華 他硬要上火線 上火線 昨天講的跟今天講的又不一樣 昨天跟人家講說 有一家紅旗怎樣又怎樣 今天又說啊不是這樣 然後又說有一家要罰 現在又不罰啊是怎樣 你們的記者會講的 都是非常的誇張嘛 那我今天還要質疑一點 王必勝做不到的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 陳穆寬醫師來做 為什麼這樣講 王必勝是日本東京醫科大學 他是呢 這個這裡面畢業的 然後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陳穆寬醫師 他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總院長啊 他本身的念是中山醫學大學的整個的博士 重點不是他們的學歷 重點是我要問的 就是這個米酵菌酸 他這個標準品 你記不記得 王必勝在記者會裡面就在昨天 昨天跟大家講說啊我因為這個東西啊 我們趕快買啦 下個禮拜就來我兩個禮拜就可以做好 我不就在晚報裡跟大家講說 你人人的往生這麼快 你一個中央這麼大的一個單位 你衛福部食藥署 你要兩個禮拜才檢查出來 你有沒有開玩笑 結果到了晚上突然八點半 突然八點半 結果說驗出來了 就是米酵菌酸 那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就彰化基督教醫院 有這個東西給他 你知道米酵菌酸的這麼一個標準品 一瓶0.5毫克三萬八千塊 你說比黃金貴 但是生命是不是更貴 我要問的是你衛福部沒有買 你衛福部沒有錢嗎 彰化基督教醫院自費買了耶 彰化基督教醫院 你知道人家講什麼客氣話 他說我們鄉下地方啊 我們要注意什麼什麼 人家講的是客氣話 我只問你堂堂的衛福部 你為什麼沒有買 你一個實驗室要買是一個package 我今天呼籲你們 該怎麼買就怎麼買 你到時候一出一個狀況說 對不起哦 我我要等兩個禮拜 如果今天沒有彰化基督教醫院 我們今天是不是還在等 我們是不是還要等 我們等兩個禮拜以後你才知道 另一方面我要講的是 邱國正真的可能累了 為什麼他之前呢 很多打擊耳語就不斷 比如說什麼邱國正的兒子 差一點在土耳其就被抓了 什麼就是因為邱國正 所以呢這個他的兒子 因為這個邱國正 所以才能夠進到國安局 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都很誇張 那另外我們再來講到 這個事情有很多的疑點 這個疑點就是邱國正的兒子 為什麼要自拍 拿一個自己的健保卡自拍呢 如果你是被恐嚇被威脅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自拍 你自拍不是更糟糕 就燕名正身嗎 所以這個事情 真的是疑點重重 而且在這裡有沒有牽涉到情報的問題 好今天要告訴大家的不分藍綠的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這裡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高雄市有一個冰品店 給大家加了一些料 就這些料全部都過期的 另一方面還有彰化 有人吃到很奇怪的果條 他很緊張 但是他不是保齡的 他也很緊張 還要告訴大家就是柯文哲 他被說你當時2200的費率 根本就是你劃壓的 好我們在今天都有詳盡的內容 不過我首先來看到這裡是什麼呢 就是保齡在天三人受害 今天看到的保齡的負責人 今天呢李仿軒 他被約談 他鞠躬道歉14秒 他說我爸我媽都有吃都沒事 另一方面呢 再來看到李仿軒在負訓脫生 偷瞄記者被大家發現了 那我先跟大家講 今天北檢大約談 下午兩點多約談的負責人 跟王姓店長 為什麼要約談 我跟大家講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不要以為這個事情 找出來是米酵菌酸就OK 問題是怎麼來的 一天一個樣啊 之前說是果條 龜仔條 今天說啊我跟你說 可能是那個什麼木耳 那不是木耳 生產木耳的又很緊張 然後又說什麼是醬料 然後明天又要講什麼 所以現在要查出來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就剛好在這幾天當中 那李仿軒呢 他就鞠躬道歉14秒 那他這裡面呢 當然也找了律師啦 他就說當事人發生這個事情 很緊張懼怕 沒有看過這個場面啦 業者想跟大家來道歉 很不好意思啦 他就配合鞠躬道歉 然後業者自己的爸媽 他說3月22號到店裡面用餐 也是吃果條沒有吃完也再回家 那業者趁衛生局第二次 稽查3月24號的時候 請廚師現場炒果條 而且食用都說沒有事嘛 那整個案子繼續朝向過失 殺人致死罪 還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來偵辦 另外呢正班的周姓廚師也會去北檢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另外今天還有一個新的發展 就是台北市衛生局大動作 今天下午1點半呢 就到稽查隊到這個圓柏A13的大時代 大時代就是他們很多地方都有大時代 有點像是外國的Food Court 就是他有招商很多很多 一個攤一個攤在裡面 給大家吃東西的 然後今天腦到現場 人超多的 幾到後來 業者都說 今天記者媒體比客人多了 我們的業績掉了一半 然後再來看到 就是不幸死亡的呂先生 他太太說 發了聲明說 我從來沒有說要向醫院究責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事件呢 他就是說 因為最早傳出來有媒體說 家屬要對醫院究責 當然很多醫生都出來講話 說心寒啊 說什麼 今天呂太太就說 我沒有要對醫院究責 因為發生這個事情都很難過 好 我們還有獨家的內容 不過我們在這裡呢 進一步來告訴您的是什麼 今天還包括了很多事情 有新的發展 不是說在術發院 那裡開槍的那個張姓的民宿業者 他那個民宿 原來之前是一個飛龍在天很紅的 一個八點檔的女星 以前經營的 然後當時四叉貓不是發文說 你有給人家這個 所謂的 詐騙集團租用 搞了半天時間不對 所以四叉貓今天道歉又刪文 然後另外呢 黃國昌今天飆罵記者 為什麼記者就問他說 你那天自己在網路當中 募款一百二十萬 有沒有違反這個相關的 這個政治獻金法 他超怒的 再來告訴大家的就是 賴清德今天秘密的訪問 中科的龍潭中心 以及再看待大家 竹北有一個舒肥咖哩 也有人吃了這個 嘔吐啊 卸肚子 大家說現在要小心啊 這個所謂出現的 米酵菌酸 會出現在這個澱粉類 還有椰子 所以他就說 椰子仙貝 最早出現 椰子仙貝也有類似的狀況啊 還要告訴您的 陳崇文的獨家 他什麼錢都要賺 我為什麼寫米田貢 對 他講的就是動物的米田貢 而動物的米田貢 他今天在質詢 質詢完隔年 他開個公司 就標了很多的案子 好 我們今天的內容 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呢 今天是三二九青年節 那各位青年朋友們 要加油 加油 因為環境啊 全世界環境都不好 我知道大家覺得說 薪水不夠高 然後我們買房子 買不起 然後我們很多人 就算結了婚 有愛情 不敢生小孩 但我跟大家講 這個正面思考很重要 我們也希望 賴清德總統大學 520就職之後 可以繼續讓我們大家 能夠活得更開心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 這個油啊 油啊 是要加油 但油有時候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知道嗎 這個米酵菌酸 他不喜歡什麼 他不喜歡太酸太鹹 太冷不油 他不喜歡這個 那我跟大家反過來 我懂了 我們要吃的什麼的 要吃酸的 要加一點鹽巴 而且油不能夠多 而且最重要 大家講了半天 隔夜飯能不能吃 我跟你講可以吃 你不能放在外面 你不能放在電鍋裡面 你電鍋裡面保溫 把它抽掉 不要不要有那個充電 不要有那個電 插頭弄掉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保溫 他就是這個菌啊 你知道嗎 你必須溫度在60度 或75度以上 才不會有問題 所以放冰箱最重要 放冰箱冷藏 只有三天哦 三天哦 多了都不能吃哦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內容當中呢 要跟大家講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就來講呢 在這裡面 先看到的就是呢 今天的內容包括 秋國正請辭 以及米酵菌酸的疑點 到底在哪裡 另一方面講到這個 要告訴大家 蔣萬安跟王必勝 兩個在比啊 到底誰太慢 我要說 都很亂 再來看到呢 就是翟神朱學衡啊 他呢 判一年兩個月 他竟然講到說是政治介入 我就不知道哪個 哪個地方政治介入 你知道中培軍也是國民黨 你是青藍的 這都跟國民黨有關 難不成你要扯到民進黨 誰誰政治介入 讓你的嘴巴去親人家的額頭啊 再來告訴大家 獨家內容 就是柯文哲 台志光的案子 還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今天呢 訪問中科龍潭 還要告訴您 今天還包括了什麼呢 就是呢 北韓的一個監督 北韓制裁小組 要解散了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好這件新聞重點當中啊 我們可以看到的幾個 重大的話題 包括了就是 寶玲的事件呢 現在我們找到了說 哦 驗出米歇郡酸 但問題是 他的來源是什麼 問題是 他的來源在什麼 還要看的就是 邱國正 因為兒子的事情 閃電請辭 內幕在哪裡 我們的報導 好 我們首先來告訴大家 這是剛剛寶玲的負責人 他鞠躬道歉14秒 當然這是一個形象的營造了 他現在希望大家不要對他 太追逼啊 因為他現在要形象營造 找了一個非常知名的律師 另外 邱國正的兒子 傳出是他兒子 有十個影片 但是兩個不像 剔除 他們說那八個到底怎麼回事 還有陳崇文的獨家報導 案外案 甚至扯到了柯文哲 驚爆3月29號 驚爆3月29號 我首先來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就是呢 北檢要查來源 這個米孝俊酸 還有呢 再來看到第二個 邱國正請辭 因為兒子扯到 買春的部分嗎 小英 賴清德 跟韓國瑜 今天在中列祠 因為今天是 3297年節 還要看到的 朱學恒這次的這個判刑喔 他的不服 反而引來更大的反彈 今天在立法院 本來是藍白 要電價動漲 結果宣告失敗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米孝俊酸的這個部分 米孝俊酸的這個部分呢 39歲的呂先生 昨天下午驗出米孝俊酸 66歲的楊先生 昨天晚上6點多也驗出來 那米孝俊酸的來源呢 現在從果條變成黑木耳 變成醬料 那我們看北檢 今天下午再次大規模的約談 要查說 為什麼就是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個是時間點 第二個就是 他的廚師是一個代班廚師 就是這個胡姓的廚師 怎麼剛好你代班 就剛好這段時間有事喔 那我們知道今天約談的 廚師昨天約了 所以今天是負責人 李仿軒還有王姓店長 那另外呢 廚師他是越南籍的 胡姓代班廚師 昨天晚上11點約談兩小時 他是無保請回 列為被告 那為什麼他的代班時間 是3月18到26 所以我們知道出事的時間 就是3月19號開始有 中間只有一天3月20號沒有 之後就是3月24號 呂先生死亡之後就沒有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到 今天大家說在追查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 昨天我看到王必勝出來講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一則以喜是說 哇我們知道有這個米酵菌酸 大家可以想說不是下毒喔 要不然的話很緊張 第二個優就說 如果你可以昨天就出來 為什麼你告訴我們要兩個禮拜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內幕在這裡 我們認為彰化基督教醫院救了食藥署 也救了台灣嗎 讓我們少於兩個禮拜的煎熬 食藥署113年31.36億元的預算 食品藥物管理業務17.59億 食品管理工作8.386億 我講出這個內容是什麼 我請問你一個彰化基督教醫院 可以買這個所謂的實驗對照組 它是一個package 有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他有個實驗 他要做一個實驗室 他買了這個package 我就問我們食藥署的實驗室 是不是嘴台灣最厲害 上次那個天選之肉跟台中炒來炒去 食藥署的實驗室 我相信你是最厲害的 可是你怎麼沒有米酵菌酸的 這麼一個樣本呢 你沒有對照組呢 然後你可以看到 寬陽辦公室有研究檢驗組 這麼大的一個辦公室 這麼大一個實驗室 你沒有米酵菌酸的實驗組 本來下個禮拜才買到 下個禮拜買到 然後兩個禮拜以後才知道 你知道嗎 然後呢 這個我們就要感謝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總院長陳穆寬說 他們當初購買很多種 毒素的檢驗標準品 當中有一瓶就是米酵菌酸 花了三萬八千塊購買 只有零點五毫克 這個是全台獨家 我跟你講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Vision 這就是遠見 彰化基督教有遠見 我們的可以看到的 張基有遠見 我們的衛福部實藥署沒有遠見 你竟然沒有買 然後監視器 昨天食藥署人員拿著小冰箱 看到吉亞 趕快跑到張基 拿著米酵菌酸的實驗組 趕快回去 那昨天晚上的時候八點半 記者會王必勝說 彰化基督教醫院 當時為了設置實驗室 才購買這個標準品 然後食藥署的這個署長 吳秀梅說 當時拿到標準品的時候 我真的快哭了 那這裡出現了一個羅生門 兩個說法 一個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院長說 我看到新聞 他們需要米酵菌酸 我就主動聯絡 好 第二個版本的說法是說 食藥署查了大家進口的內容 就說 彰化基督教醫院有 就趕快聯絡他 這兩個不同的版本 有什麼差別 差別在於食藥署的面子嗎 好 我們來跟大家講 這裡就是大家來比說 蔣萬安跟王必勝誰在比比較慢 我認為都太亂 台北市3月26號才通報 王必勝3月28號早上9點20分說 台北市是3月26號通知 吳思瑶昨天晚上就批 蔣萬安是慢N拍 然後國民黨當然反彈 可是呢 王必勝在行政院會購 就改口說 24號食藥署有接到 新北台北疑似食品中毒案件 到晚上又發臉書說 喔 跟我講的是新北市 台北市沒有 台北市就3月26號 我就說這個事情你都講不清楚 吳思瑶他怕被打臉啊 大家就講說 欸 那個徐曉欣就嗆他 他就做了一個表格啊 這表格是清楚啊 意思就是說你蔣萬安是26號才通知的 蔣萬安今天怎麼說呢 蔣萬安真的也很有意思 蔣萬安實在太逗了吧 他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大的事情 蔣萬安他從頭到尾不願意說 他什麼時候跟中央來匯報 他說我們3月25號就把整個機查 結果匯整 他有跟中央通報嗎 他說我匯整上網喔 那他沒有說 那這到底到底是什麼時候通報的 你是3月26號還3月25呢 蔣萬安改口說 衛生局說保齡隱匿微風BVE店 他因為呢有隱匿又有營業 所以我們要罰他重罰 第二天蔣萬安又說 根據我們了解他沒有營業 所以我們就不用罰 這是很莫名其妙的一個事情嘛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邱國正的部分 邱國正的部分 我今天要來講到的邱國正的兒子 我們把他名字不要出來 他是長期在情報單位發展 跟爸爸一樣陸軍裝甲兵軍官 2011年考入軍情局 聯合報說法說 他在軍情局期間 曾經以化名到土耳其留學身份 被外洩 軍局為了怕他被中共 或其他單位扣為人質 緊急把他從土耳其撤回台灣 這個是聯合報說的 這個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 但是至今對岸的網站 可以看到文章宣稱 台灣軍頭之子差點被大陸活捉 這就消遣台灣了 這個就是這裡 他們當時的狀況 這是2022年的中國方面的報導 然後2014年 邱國正的兒子轉調到國安局 2019年7月 總統府不是爆發了特勤私煙案嗎 邱國正就被蔡英文總統任命為國安局長 所以那個時候呢 政壇就出現耳語說 為什麼他兒子可以轉入國安局 這邱國正拜託當時的局長 李翔舟跟軍情局長劉德良照顧 大家軍方都是學長學弟 到底有沒有照顧不知道 這樣子一講 其實對邱國正當然是非常之傷 那我今天還要告訴大家的 今天在這個時候大家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早上大概10點鐘 包括了英賴跟韓國瑜 在忠烈詞參加主持中華民國 113年向先祖先列殉職人員致敬的典禮 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就缺席了 好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講到今天在立法院 本來認為說大家可以動漲了 因為國民黨跟這個民眾黨都提出來 說你要來報告你要來解釋 要不然我就不讓你漲價 結果今天呢 昨天我就得到消息 今天根本不會有事 今天就是進入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 果真如此 可是再過三天 4月1號店就漲了 今天9點開會 10點首度代理立法院長的江啟成 就宣布協商 而且呢這個協商他說我要由國民黨主導 我跟你講這藍白假動作啦 因為你店價4月1號漲了 你一個月以後再來跟大家講說 幹嘛幹嘛 誰理你啊 我們一人傳的報導就來跟大家講 現在很多事情 民眾在乎的是自己的生命跟健康 米酵菌酸的部分 今天最新的發展 不是只有完美被害人 才值得正義 要求北院傳喚金普聰出來作證 因為他可以下這麼大的決定 最高可以罰到三百萬 保齡他另外這家分店 27號是沒有贏 他把21%提醒我 提醒他 他比他更多 我們這次選舉大概 總統票是26% 政黨票22% 其實我沒有做任何的評論 先跟大家致一個欠 造成大家的慌張 真的很不好意思 保齡差勢爆發食物中毒 釀成兩人死亡 這回負責人李煌宣 在律師陪同下 終於出面 鞠躬道歉 針對今天的這個檢方 他的一些訊問 還有在這個警方那邊的問的一些內容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積極的配合做調查 表示一切都會配合檢方偵辦 其中還提到負責人的父母 前幾日也有到餐廳用餐 並未出現身體不適 被劍分塔子案 偵辦保齡茶室 除了約談老闆李煌宣 和王姓店長 以及代班的胡姓廚師 就連當天沒上班的周姓正職廚師 也被找來問話 嫌方在衛福部 確認死者感染米酵菌酸後 展開調查 這名月籍的胡姓廚師 在訊問時供稱他原本是 被車保齡茶室的廚師 只是來A13幫忙代班而已 卻被黎姓負責人告知 租約三月底到期 要趕快把食材庫存清一清 廚師照做 也沒有注意到食材有異狀 而到底胡姓廚師 是不是無辜被牽扯進去 還有待進一步厘清 緊擴大調查 除了約談相關人員 第一時間更夥同食藥薯 和台北市衛生局 前往保齡茶室 茶蔻果條以及香蘭菜 還有2TB的餐廳監食器等 好我們來看到另一方面 台北市宣布罰250萬 如果有在這段期間到保齡用餐 那有身體不適即刻的跟我們聯繫 針對保齡在低時間 並沒有如實的告知 有另外一家分店 我們依法裁罰50萬 第二關於沒有保齡 加上其他的項目的部分 加起來是250萬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就是來關心 國防部長邱國正的這個部分 我們常常在講說 罪不及欺奴 同樣的就是一個當事人 他的兒子女兒或妻子 家裡的事情 也不應該是可以說要影響到他 但是國防部長邱國正呢 他這一次因為他是一個鐵鎮鎮的軍人出身 他可能覺得這個事情他覺得不要為難到長官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異動的話 在520之後也會有異動 那為什麼不做等待呢 還是本來就是說邱國正 他本身就是會在第二波才異動 也就是說一開始先不動 等到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第二波就是在11月之後 然後台灣再做第二波的異動 包括了外交 包括了國防會有所異動 但是我們來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當然不單純 這事情不單純是在於說 我知道當兵的人 聽說當兵的人都非常的直率 但是當兵人很直率 並不表示他都一定很容易被騙 這個事情邱國正的兒子 你再怎麼樣也是經歷過 在軍情局 然後又到了國安局 怎麼可能如果有人威脅你 或者叫你拿著健保卡 來驗名震聲 你會照做嗎 所以我懷疑這個照片 到底是在發生這個 所謂的疑似買村的事件之前 或者是之後做的 之後做的就是被恐嚇 之前就是別的事情 被人家拿出來 把他貼上去 那我先來跟大家講 這個事件還有新的發展 就是出現了有十個影片 十個影片瘋傳 有一些國民黨的立委 有拿到 包括了許小新說他有拿到 但是這十個影片看過人當中 有兩個就是說 非常不像邱國正的兒子 所以剔除掉 另外八個也沒有辦法辨識 但是這八個當中呢 出現了三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 他們有出現中英文的交談 英文交談裡面 還包括了這個照片 影片當中男子說他可以 整個晚上都沒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他在這裡面有談到價錢 三千五百塊 第三個問題就是這個男子 有說我認識誰認識誰 我做的是國安相關的部分 那在這裡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意思 就是說應該 我有認識朋友是做國安當局的 他們對於外面東西嘴巴非常緊啊 他跟你做什麼事情他都不願意講 那你可以看到這事情很奇怪 我們知道男主角看起來是同一個男主角 但是各自是不同的女子 看起來有在喬這個攝影機 有點像是自拍留念 甚至出現台幣三千五百塊 我覺得三千五百塊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這個行情 我覺得三千五百塊會不會有點低啊 但是這是我額外覺得 我覺得有點怪 然後呢再來就是中英文對話 然後這裡說 他說工作跟國家安全議題有關 而且說有國安局跟警戒的朋友 高清影片立委許巧心說他有收到 那這個事情當然也震撼了 震撼了什麼部分呢 包括了震撼了 在現在的國民黨跟民進黨的立委 都非常的關切 我們看以下的報導 不久前才為了高層爆發軍紀案 嚴正告解南部署 國防部長邱國震 如今卻受到兒子染黃波及 二十八號晚間向總統遞出辭成 但考量當前區域安全情勢複雜 又正逢政府團隊交接期間 總統認為部長應坐鎮崗位 確保各項重要國防事務的穩健周全 時值五二零交接關鍵時刻 總統沒准辭要求邱國震坐鎮崗位 國防部隨即發聲明 強調邱部長將遵指示 克敬建軍備戰職守 家人所設事宜由所屬機關查查 將權力配合依法辦理 擔任國防部長三年以來 邱國震對部隊要求嚴格以待 應景及脾氣眾所周知 這回兒子捲入性交易醜聞 做爸爸的第一時間扛起責任 只是邱國震兒子軍旅生涯 長期在情報單位發展 過去表現向來低調 偏偏在五二零前夕 被爆出多部不雅影片 藍尾直指背後不單純 有人要國防部長這位置 要邱部長下台 他的講真話講實話 也惹惱了高層的一些人 究竟是牽扯軍中內鬥 還是邱國震黨人財路被逼退 部長兒子遭控已染黃 讓各種陰謀論四起 國安局陣風及督察單位 二十九號晚間 將約尋求國震兒子 儘速釐清事情真偽 避免政治風暴持續擴大 接下來夏軍陳黃欽採訪報導 好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那大家想知道的這個深水區 就是我們講到保齡的這個事件 保齡的這個事件 現在就在抽絲剝繭 抽絲剝繭我們認為有三條主線 第一條主線要知道 到底還有多少人吃了 這個我們講到的它的果條 或相關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呢 由三月十七號到二十五號 一共有九十一筆 在今天我們看到 也有做這麼一個更正 或做這麼一個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包括了他們要到哪裡去 包括了到原百的這當中 大時代的地方進行織查 今天派到現場 現場人都非常之多 然後另一方面呢 就是也公佈了這個相關的內容 相關的內容當中呢 就是說大概有六十筆 他們是吃的是果條 另外第三個線索就是要說 那現在保齡能不能夠賠 他當然是沒有保險 可是原百 還有我們講到這裡面的大時代 他們各自有保險公司 是應該可以賠的 可是呢 現在傳出來說 保齡沒有錢 就是他負債很多 可能上千萬啦 欠員工錢什麼的 所以往下抽絲剝繭 就來看他是不是真的缺錢 我們的獨家報導要看到的 就是負責人之一的李仿宣 面對賠償 他說自己負債 還沒有錢買意外險 而且積欠薪水 記者就曾直擊很多債主上門討債 他說沒有錢 但是被爆料說 你找了一個王牌大律師 你找這個王牌大律師 所以你根本就是不怕沒有錢嘛 另外一個就是大股東 也就是陳亦凡 也被踢爆說 從一百一十一年的四月開始 陸續沒有繳勞工退休金 製納金是長期的累犯 那我們就來看到 在這個事件當中 大家要來抽絲剝繭追 這個所謂的可以說呢 相關的問題到底來自於哪裡 煮什麼東西呢 胡姓廚師是一個關鍵 還有我們來看到老闆 也就是李仿宣 還有就是在幕後的老闆陳亦凡 都是關鍵點 我們的報導 先從今天大規模大陣仗的 來到大圓百現場的機查開始 台北市衛生局二十九號中午率隊 協同法務局與大批媒體 進入百貨公司 準備加強機查 實安官帶頭和餐飲店員工 詢問相關事宜 這次重回新意圓百 不是到保齡店面採樣 而是對整條美食街進行機查 台北市衛生局來到圓百大規模機查 位於美食街的十九間餐飲業者 難道就是想米平市府漫辦派傳言 保齡事件以後 整個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事實上他們聲音應該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媒體共同來參與的話 讓我們大眾的了解整個機查的過程 那媒體會比較 民眾也會比較放心 我們另一方面 再來看到我們的獨家報導 這次他找的王牌大律師 是劉尚明 我們的獨家報導 指他狂喊沒錢 卻有錢委任王牌大律師 那甚至在這個申請調查證據這邊 我們也有給這個 檢方這邊一些建議 然後希望早日能夠釐清這個案件 到底發生的這個真相為何 他的委任 律師劉尚明經手過許多大公司 經營權糾紛 還曾幫心靈海富哨打官司 律師費相當高 這也讓外界懷疑李仿軒 是不是莊窮隱匿財產 另外保齡查是另一名大股東 陳亦凡也被踢爆 從一百一十一年四月開始 就陸續沒繳勞工退休金至納金 接下來半年都有同樣狀況 一年就發生五起 去年也出現四起 根本就是長期累犯 都被人上門討債了 還請得起王牌律師 面對餐點出包害命卻賠不出來 貪到賠償兩手一貪 只喊沒錢 要讓受害家屬怎麼接受 接著綜合報導 好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也是獨家的報導 因為這個事情也是牽涉到了誰 牽涉到了蔣萬安 也牽涉到了好龍斌 還有就是柯文哲 我講陳崇文的這個部分 因為台志光的這個部分引起了矚目 結果陳崇文這個部分呢 今天有兩個重大的發展 第一個重大發展 他當然就是在今天本來說 要申請解除積壓 結果被駁回 他要繼續的來繼續再蹲兩個月 那第二個重點呢 我們就要來看到陳崇文的這個部分 被說到說 他在這裡有另外的生意可以做 什麼樣另外的生意呢 這個另外的生意就是說 被人家爆料出來 他呢在這裡面 2022年4月5號 他跟米田共有關聯 他憤怒質詢 動物的排泄物的問題 而且認為你要委外處理啊 要不然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講完以後 隔年就由力展農業科技公司得標 那這間公司的執行長 就是陳崇文的助理楊冠中 隔年得標環保局 582萬動物園50萬 然後公務局1280萬的標案 這全部就是所謂的動物的糞便 那整個的金額是2000萬 我們記者也到這裡來看 陳崇文助理開立的 這個農業科技公司 長生在台北市大同區 再往前走幾步路 就是陳崇文 跟他的友人合資開的 雲端科技公司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 這個力展農業科技公司 他裡面的負責人是怎麼看 你看負責人余乃亨 他是誰 他是陳崇文的司機 然後這是陳崇文嘛 還有陳崇文的弟弟 就是陳崇元 他也在這裡面 當這個公司的監察人 那我們來看到 這整個事件 到底有什麼樣一個發展 因為大概這裡 差不多七頓上下 我聽你亂誠 胡說八道 背了就背了 肯定嗎 是 不要罵官員還大嘆一口氣 2002年陳崇文 質詢動物排泄物問題 對動物園不留情面 直到園長答應編預算中 陳崇文助理開立的農業科技公司 就藏身在臺北市大同區 而再往前走幾步路呢 就是陳崇文和他的友人合資 開的雲端科技公司 我覺得本身就已經沒有做到利益迴避了 預算審查當中 就你自己本身公司的業務 不斷的去關心 這當然會給公務員壓力 好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 除了臺志光之外呢 其實還有蠻多的事件有發展 不過接下來我們往下看的 大家講到這些機密的時候 大家也很關心現在的狀況 我們進一步告訴大家更內部的 就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今天有一個非常機密的行程 這個行程呢 就是在中科院的龍潭院區 那這個地方到底是看什麼 其實在這裡有包括了 就是熊二跟天公飛彈都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在今天到中山科學院的龍潭院區 這裡呢就是我們講到龍潭院區的這個現場 這個是中科院 這裡呢剛好有一個陸軍特戰指揮部武漢營區 這個地方是國防部的陸軍司令部 那龍潭院區最重要的 有熊二反艦飛彈 可以打中國航空的這個母艦 還有就是大型的驅逐艦 它射程大概20到148公里 那我們知道這裡天公三行的飛彈 當然射程200公里 那這個地方我們知道呢 就是包括了什麼 有非常多機密的飛彈 包括了巡翼飛彈啊 彈道飛彈啊 也曾經做過核子武器研發 但是在1988年終結 小雲總統有多次前往 2019年的時候 親自出席50週年的這麼一個院慶 那現在總統的信賴五戰 在這裡面包括了什麼呢 他包括了這個台積電嘛 還有廣達嘛 還有AI嘛 那第四站就是中科院的龍潭院區 我們在今天呢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呢 就在這裡面龍潭院區的當中 不過我們講到這一切的發展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講說相關的維安很重要 就像這一次我們講到保齡的部分 保齡的部分從這裡我們看到很多人說 是不是螺絲鬆了 但是不要去講藍綠的問題啊 這只是一個照妖鏡啊 你要站在第一線你就要扛得住 蔣萬安你不讓你的衛生局長主導 你要上去你認為可以重演陳時中 但是你出現了很多包 被人家說你本來應該3月24號 一知道就要申報 3月24號死亡的是在你台北市的餐廳吃的 結果他到3月26號 那你王必勝要講了半天 你光是一個蔣萬安 到底是3月24還是25還是26 都講不清楚 因為新北市跟台北市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今天這個部分 柯文哲也加碼 他補了蔣萬安一刀 這個我每次想起那個海濤法師講的話 你的眼睛頁障重 一切都是假的 好啦好啦不要批評了 認真工作就好 我們面對一次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米肖菌酸的食物中毒 市任團隊絕不鬆懈持續轉動 好我們來看到在這裡呢 他就說面對大家的批評是持續轉動 好那我們再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事情也有不同的發展 比如說我們講到術法院他被人家開槍嘛 開槍其實說是打門的上面 不是真的是去打門 可是你的確那個玻璃都碎了 還有女生差一點被碰到 但是今天這個部分 四叉貓為什麼要道歉 那這個怎麼又開槍的事情 這個民宿老闆又扯到了女明星呢 還有黃國昌罵記者 他為什麼罵呢 那我先跟大家講 四叉貓昨天說 張姓男子四年前租給詐騙集團的機組 所以你現在當然會不滿嘛 所以你才跑去開槍嘛 對照圖說這就是一家親近民宿 親近之心樂活莊園 他對照了 對 是這個民宿沒有錯 但是時間不一樣 他今天改口 他說這個呢 租給詐騙集團是2020年7月 但是呢 張姓男子是2020年9月才租的 所以他是在詐騙集團之後呢 他9月才來承租這麼一個 所謂的我們講到的這個地方 這個民宿 所以你不能說張姓男子租給詐騙集團 這是不對的 所以他道歉啦 他說我不應該把他們兩個做個連結 他也刪文了 那另外就是之前的民宿是誰 不是張姓男子 是一個八點檔的女星 李佩玲 李佩玲2000年演飛龍帶天 那時候很紅嘛 那他跟老公就是搬到台中去 生活也很幸福 可是後來也是財務的問題 後來離婚 離婚他2024年付出的時候 還故意輕鬆說 我以後過年就不用去一大早去做菜了 那張先生也是很有故事的 他坦承自己年輕不懂事 多次進出監獄 最後一次聽到兒子要入竹聯邦 他決定改變自己跟兒子 就跑到了南投做民宿 沒想到兒子去年跟顧客起糾紛開槍 現在在服刑當中 可是有些網友說 他是不是有點像是 周楚除三害裡面的陳桂林 但是你知道嗎 開槍是不對的 你不管是怎麼樣開槍是不對的 可是我們也看到他有曝光 他在2020年跟訪客有糾紛 也有接受過訪問 好那至於這個黃國昌為什麼嗆記者呢 因為黃國昌不是說 我要交我的配額120萬 我交不出來就在網路上跟大家募款 還造成當機 結果你看這個120萬 有記者問他說 你這樣會不會違反 是不是有所謂彩虹線 然後誰說哪家媒體 然後因為律師林志群有說 個人只能夠在參選期間收政治獻金 否則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是他就說我募款 因為律師說你募款 如果是寫黃國昌就不行 那你不寫黃國昌 民眾黨怎麼知道 這是黃國昌的配額 然後黃國昌就說 哪一家媒體報導 記者說 那你要我開法條給你嗎 他說不用啊 請問是哪一家媒體報導 好我們看到這個之外 還要告訴大家 小心野子天背 這個是一個米酵素菌 1975年 他就造成過3000人中毒 150人死亡的案例 這個是一種米酵素菌做的 是這樣子 像是印尼 他們用那個椰子 然後做了以後 他變成這樣 有人說這個是能量食物 因為他很重要的蛋白質 可是這個過去曾經 就出過類似的事情 我們的報導 先看看黃國昌標罵記者 蛤誰說的 哪一個媒體 不能捐給個人的部分 再選客的部分 對啊 所以全部都吃進台灣民眾黨 到底是誰提這個質疑 就是有媒體報導 所以才會問你啊 請問是哪一家媒體報導 一定要在資訊台上質詢 你們才要 因為馬上就是復活節 也有一點那個復活節 找蛋的味道 好 我們再一分鐘 廣告久回來 我們要來看到是什麼 就是出現了有翻版嗎 彰化醫師 有人說他吃了果條 結果也出現了類似的狀況嗎 另一方面 柯文哲 是他拍板定的2200元的這個傳輸費嗎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告訴大家 現在大家談到 吃的都很緊張 像是高雄有民眾陳情說 有一個就是透過網路平臺 高雄市有一間藥局賣藥 還賣雪花冰 裡面加入益生菌幫助消化 結果他們發現說 機台後面這些配料 一堆配料 全部有六項過期耶 這是違反相關的規定 然後就罰他六萬塊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保齡的這個部分 法務局長 也就是連唐凱說 保單額度高達數億元 應該足以支禮相關的理盤 賠的金額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在彰化就有名醫生 他就說他二十一號 到原來一間素食麵攤 吃果條 回家全身不舒服 現在呢 也彰化衛生局前往現場 來採樣 我們看看彰化 難道又有新發展嗎 這名民眾吃了素食炒果條 出現胃部不舒服症狀 直到保齡茶是延燒 才讓他察覺不對 二十八號晚間緊急通報 彰化縣衛生局也派員 到麵攤積茶採樣 就怕是米燒菌酸再釀貨 因為你不可能單一 只有他 他反應 目前民眾的身體已經恢復了 持續追蹤後續狀況 因為這個是醫生嘛 所以他自己就非常的謹慎 那另外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柯文哲這下有點麻煩了 就是我們講到台志光的這個部分 因為民進黨市議員簡舒培今天說 3M的費率價格是從2017年 警察局跟台志光簽訂的紫月延伸而來 而我們看到的在這裡 2020年核定的費率的公文 就是柯文哲覺醒的 也就是說三妹啦 要唸妹齁 就是2200元的高額書傳費 根本就是柯文哲拍板定案的 這在今天說的 而在這裡呢 他也公佈了這麼一個文 可是呢民眾黨的主任陳志漢就說呢 費率的制定都是由審議委員會討論過的 對於這個說法保持存疑 可是你顯以為會討論過 可是你柯文哲的確就是拍板了嘛 就沒辦法完全的切割嘛 另外還要告訴大家 下個禮拜羅森伯格AIT主席要來到台灣 那當然都見過英賴了 很重要他要看看這一次新的立法院 那這裡面受到矚目 他算一算從去年4月到現在 已經是第5次來到台灣了 美麗島電子報有一個最新的民調 最不滿意的部會 第一名經濟部長王美花 第二名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 第三就是NCC的主委陳耀祥 這個是可以複選的 廣告之後回來我們要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陳崇文他的手法 不只要所謂處理動物的米田貢 還有其他的我們有獨家的內容 以及告訴您相關的 有關於保齡的最新發展 到底病菌哪裡來 大家講這個米酵菌酸很恐怖 所以呢衛福部這邊就是說 要來進行土壤採樣 不能夠讓他在台灣落地生根 差不多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今天發言人羅一鈞出來開記者會 說住院的六個人驗出來 都是米酵菌酸 都是緩解好轉 只是都有主動的進線 或者有醫院通報 讓我們知道說有這樣的一個個案 好那所以就是跟大家補充說明 就是目前這個檢驗的進度 就是八例這個較嚴重的個案 目前檢驗都已經完畢 全數都是有這個米酵菌酸陽性以上 看到呢這是在現場的這個部分 可以說羅一鈞出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好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今天的狀況 台積電中廠上漲了10塊錢 你拍一下你沒有拍到 大哥這個地方台積電上漲了10塊 好另外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要告訴您 這個陳崇文的這個部分 原來他有關心過這個殯葬業 關心殯葬業他也有做長照 像是富德生命有限公司 負責人就是于乃亨是他的司機 然後還有廢棄物清理 還有長照產業 這裡還有力勤環保科技 力展農業科技 全部都是他的司機當負責人 王世堅說 我怎麼可能再去踹 柯文哲兩腳 沒有繼續踹柯文哲很正確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首都台北市長 那卸下光環 他現在被踹在一邊 那我再去補踹兩腳 我已經算了 好 拜拜 我離開到 走 後